前面兩個老師都講很多好話 那就勢必要有一個人講點壞話 但是老師也不會講很壞啦 來參加比賽或是表演 其實最大的目標 最大的用意就是要讓台下的觀眾 跟那三個兇神二殺 要能夠怎麼樣 能夠享受你在台上所演出的東西 所以不管是你的唱歌 你的拍子 你的音準 不管是剛剛鄭林老師說的 所有的規則 你是都要遵守的 但是這些規則都遵守之後 你要去跟觀眾互動 延伸互動 老師要特別表揚一個同學 他可能這次 可能因為他的技術跟他的運氣 可能沒有其他東西 好 唱艾德拉美拉的那個男生 老師個人很欣賞他 但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 就是 你如何去喜歡一首歌 然後幫你喜歡這首歌 要去告訴給觀眾朋友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要唱一首歌 唱到大家喜歡 期待你的B段 期待你的C段 期待你的節奏 期待你的最後一個 他可能看到我在評審人 那邊手在那邊鼻啊鼻啊 他最後一段就暴衝了 欸 那剛好是 對了老師而為了 那最後一段的那個情緒 張力有出來 然後各位就是主唱們 或是個人主們 在唱歌的時候 大家也要練一下丹田 練一下戲 鼓勵一下Summer同學 單點非常有力 你們今天就是跑 咖團跑滑的情形就是還蠻多的嘛 彈吉他的很多 和音啊 一直幫忙的 那這些都是好事 因為你們都是在玩音樂 希望你們之後的音樂性 可以繼續這麼的多元 但是在比賽的規則跟方式 所以還是稍微再修一下 因為這樣我們很難評你知道嗎 我們有比如說很欣賞的某一組 可是又因為愛於規則 就比如說 Embrake組你多人組 你究竟要有和音還是沒有和音 有的很多人 但是他沒有和音 他起唱他合唱 那你說老師該給有和音的分數比較高 還是沒有和音的 這很難嘛 可能沒有和音的唱得很好聽 有和音的 那個和音就不準 然後就是 你知道我們老師 有時候就是很龜毛 這個三度差一點 這個四度差一點 然後我們就 已經坐在那邊坐很久 屁股已經很痛很癢了 然後有時候被你們這樣尿了一下 為什麼這個和音沒有辦法再準一點 可能是不習慣聽 聽聽喇叭 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那什麼東西 這都是經驗 經過一次一次的比賽 經過一次一次的表演 你們要懂得學習 要懂得進步 恭喜今天有參加 有進到決賽的同學們 但是進到決賽 對手更強了 你們這些細節 一定要做得更棒更好 這樣你們才有機會獲得好名次 喜歡音樂 要讓音樂讓大家聽見 謝謝大家